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1日,星期日 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呀,现在就进入到5月份了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疫情 稍微说一下在加拿大现在发生的事 然后呢,就说中国的这个疫情的情况 我前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说疫情呢,因为挺糟心的 今天呢,我看到中国的疫情终于是见到曙光了 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在进入正题之前呢,还是和前两天一样啊 提醒您,如果您没有订阅的话呢,就点击订阅 如果您已经订阅了的话呢,要点赞留言开启小铃铛,好吗 经过两天的试验呢,发现还真的挺晚用的 感谢您的配合 真心的感谢这两天呢,非常配合的网友 有很多网友非常的配合 感谢,感谢啊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关于疫情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加拿大 加拿大呢,已经是完全躺平了 不要求戴口罩,不要求打疫苗 不要求限制餐馆里面的人数 就是什么都不要求 入境啊什么的,也不要求你出示疫苗卡了 什么都不要求 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 又有一些大海车司机 拉着他们的家人 就到了加拿大的首都沃台华 到加拿大的立法会前呢 到那去集聚 这回呢,还加上了那些 开着那个露营车的 大家知道那种露营车吗 开着露营车呀 也去了 但是呢,这一次 加拿大的警察呢 事先得到消息了 派出来了将近一千个警察 事先就在那等着他们 来了以后呢 有些地区就不让他们去 愣要去的人呢 马上就地就逮捕 在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抓了好多人了 那昨天和今天呢 我也并没有去看那个新闻 我不知道现在是控制住了 还是说发生激烈冲突 反正星期五的时候呢 已经就抓了好多人 我估计呢 只要警察呀 动真格的 只要警察是人数够 这个事态呢 就不会失控 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 加拿大现在什么都不要求了 但是呢 他们又来了 来了这口号呢 还是反对疫情措施 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措施啊 反对什么呢 那有些人啊 他就是要搞事的 用一个中文词来形容呢 就是刁民 这样的刁民 哪哪都有 中国也有很多刁民 这一次上海的疫情就体现出来了 上海太多的刁民了 上海人并不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 他们是文明人 他们素质高 没有 并不是 什么叫素质高啊 素质高低 并不是在于你是喝咖啡 还是吃大蒜 并不在于这个 而是呢 素质高表现在 你是不是讲理 你是不是遵纪守法 你是不是制造社会混乱 素质高表现在这些方面 那自从疫情以来 我们就看到啊 最近呢 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上海人的素质低 现在全国人民都开始对这上海人呢 很鄙视 上海人几乎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上海人他自己还觉得不错呢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能闹 对吧 今天有网友还发给我一个视频 防疫人员就上门来敲他的门 根本就不硬 那这个执法人员呢 这防疫人员呢 穿着那个衣服的啊 就到外面 到阳台那儿跟他喊 可能是说几楼几楼 几楼几户 然后呢 他们家就开开窗户 说干嘛 人家说 你要用那个对讲机 和我们来进行对话 不要在这个阳台这个地方喊 然后呢 这家说行 然后就到对讲机那儿去对话 同时呢 还扔下一句 你这算扰民啊 你知道吗 牛头不得了 这叫扰民了 你知道吗 他非常的理直气壮了 这叫扰民 完了以后呢 就通过对讲机 他们那个防疫的执法人员呢 就告诉说呢 你们家现在有人是阳性 阳性的人员要去隔离中心 然后他们说呢 我们家没有阳性啊 然后那人员呢 就说有 现在呢 检测结果是阳性 他说我们已经要求复查了 你知道吧 他们呢 根本就不理这个执法人员 根本就不配合这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说呢 你必须得开门配合我们的工作 然后他就不配合 后来呢 这些执法人员呢 确确实实就破门而入 就把他们家的门就给踹了 把那门都都踹破了 然后呢 这里面的人说 赶紧录 赶紧录 你知道吗 他们就把这个过程呢 录下来 然后放到网上 好像就是说 中国的执法人员呢 野蛮执法 而实际上 他们就是不配合 你要配合的话 能野蛮执法吗 对不对 我就不知道啊 中国的这些人 为什么 这个生活呀 在社会当中 你就一定要 按照自己的愿望 按照自己的 这个想法来行事 我愿意跟你走 我才跟你走 我不愿意跟你走 你就不能把我带走 凭人们呀 对不对 我认为中国呢 很有可能啊 现在 第一呢 人们这种法制意识不强 第二呢 这个法制啊 也不是很清楚 说实在的 你看啊 这两年 我们就看出来 我都看出来了 台湾呢 它这个政策 它有一项啊 我认为挺行制有效的 就是罚款 高额罚款 我不跟你费那么多话 我就是罚你款 曾经呢 还有一位 从大陆回到台湾的 回去以后呢 就在他们家 和他的街坊邻居啊 还有朋友啊 在家里面吃火锅 然后呢 警察就去了 在这期间 是不可以吃火锅的 这叫聚重 然后就罚款 罚的很重啊 上万我都记得 你就罚的款呀 狠狠的罚呀 你不配合 没有关系 对吧 我这有措施 要罚款 罚多少 有一些具体的 什么样的罚款 罚多少 然后呢 什么样的 要拘留 拘留几天 而这些 整个的这个过程 到什么程度 罚款 谁来定义 就给那个执法人员 定义的权利 我不知道那些 执法人员 疫情的执法人员 或者警察 现在呢 好像是有一点混乱 然后这家就问 你是什么 疫情管控中心呢 还是警察 知道吗 然后他们说 我们不是警察 我们是疫情管控中心的 就是说你这些法律啊 都得明明白白的 不要跟他理论 中国的这个执法人员呀 在老百姓当中 就没有微信 老百姓呢 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跟他理论 你看到美国了没有 我来执法 这警察就是来执法的 我来呢 就是跟你送达一个东西 或者是我就是来 代理你的 你不能跟我废话 你废话不找 现场不是一个理论的地方 你要说什么话 到法庭上去 按照程序 到法庭上去说 如果你跟我废话的话 就看这个程度了 轻了 我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如果中了你威胁到 执法人员的生命的话 那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对吧 大家在网上现在 把美国的这一趟 都看得很清楚吧 这个非常管用 对待这个刁民 是非常管用的 你看加拿大了没有 加拿大 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不让你 开始大卡车 不让你开始露营车 到这个地方来 你非得来 那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带走 事先就准备好了 八九百的警察在这等 司法必须有他的威严 司法没有威严 社会怎么会有秩序呢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上海 那这个糟心事啊 咱们就说到这 然后说点呢 今天让大家开心的 这个开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海呀 终于是看到曙光了 上海现在清零了 有的网友会说 不对呀 上海怎么就清零了呢 今天不是说 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2点 全国的新增本土病例是916例 其中上海是788里 北京是53里 广东是21里 吉林是16里 完了以后呢 还有那些个无症状 无症状呢 上海是7084里 怎么说就清零了呢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叫社会面清零 社会面清零 如果说在管控区以外 在观察区以外 在那个闭环区以外 如果没有病例的话 那就是清零了 那上海的这个788例 再加上无症状的7084例 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这样的 其中683例啊 是由之前的无症状 转成有症状的 就是说呢 无症状其实也是被感染的 就是没有新的被感染 他是由之前的无症状转的 那还有那105例呢 是由管控区来的 准确点说呢 是从这个闭环里面来的 就是之前呢 这些区域呢 已经是管控了 防疫这东西 中国有些词叫可防可控 对吧 就可控 这些区域里面呢 是可控的 不是说对你的一个突然袭击 那这105例呢 它就来自于可管控的地区 刚才也说了 什么叫社会面清零呢 就是管控区 观察区 闭环区之外的那些地方没有 换句话说呢 其实中国 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动态清零 它不是一个绝对清零 什么叫动态清零呢 就是说我会分区 在上海它会分区 这个区里面 如果你这段时间以来 你根本就没有 那你这个区的生活是正常的 不是上海所有的区都封锁了 只有那些管控区才封锁了 观察区 它的措施呢 还会更轻一点 那闭环呢 就是跟外界人不接触了 通过这个冬奥会 我们已经了解了 什么叫闭环 它这里面有感染的话 不会威胁到整个社会 就是说这三个区之外呢 生活是正常的 如果你这个管控区消失了 那它就会变成了非管控区 生活就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网上 看到有一些人 他是在上海 怎么还跟这下管子呢 他就是这样的 有一些地方呢 不是管控区 这就叫动态清零 那上海现在 就是说我管控的这区以外 它没有出现 没有 这就叫社会面清零 这就好很多了 这个风险就控制住了 可防可控 对不对 现在就可防可控 这很重要 这是中国抓的 它和中国以外的这些地区不一样 像美国 加拿大 它不知道 它不知道 它这个社会里面 有没有传染源 这个传染源在哪里 它是不是现在在啪啪走 它都不知道 但是中国呢 是完全控制住的 所以上海现在呢 就有了很大的希望了 这个控制区里面 如果它感染的少了 那它就会转成一个正常的区域 那不断的有转成正常区域 到最后所有的区域都转成正常区域 那上海就解封了 对吧 就可以复工复产 上海现在有一些产业 一些必须的产业 比如说港口 他们实行的就是一个闭环 你这些人可以去上班 可以去工作 尽管说呢 你这个港口里面呢 可能还会有感染的 但是呢 这些人可以去上班 可以去工作 你不可以接触其他地方的人 好 这就是上海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呢 除了上海以外 病例最多的呢 现在就是北京 北京昨天是53里 这两天呢 西方国家有一点兴奋 他们觉得呢 哎 上海这疫情严重的 让他们挺过瘾啊 反正是中国倒霉的 中国发生坏事了 哎 他们就很兴奋 很过瘾 北京呢 这两天也爆发了疫情 他们就兴奋起来了 觉得哎 北京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上海 中央电视台那个刘欣 写了一个推特 发了这个超市里面 那个货架都空了 然后就说 现在是不是轮到了北京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哇 说的那话 好像北京一定会成为上海 你知道吗 引起来了很多人的反感 这个刘欣 但是呢 我们观察这几天 北京的这疫情呢 并没有发展起来 而且呢 北京今天公布说呢 不是53例吗 但是我看的是北京的记者会上说 它是下午一点钟的那个记者会 然后他就说呢 从昨天的下午一点 到今天的下午一点 北京是55例 这55例当中呢 其中52例都是管控区的 有两例呢 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有一例是他自己主动 他感觉到可能是有点不太对 然后呢 就去检测一下 就发现是阳性了 一共是55例 就说明呢 如果说没有这三例的话 那北京就叫社会有面清零 但是呢 现在就有这么三例 这个也不严重 对吧 不严重 很容易控制 而且呢 北京市民非常的配合 北京市政府 坚决执行 中央的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 所以北京绝对不会发展成上海 除了北京以外呢 我们就看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省份呢 也有 零星人也有 比如说广东差不多就和上海同步的 但是广东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 像广东今天呢 是21例 吉林是16例 吉林早就实现的社会面清零了 他这16例呢 也是从无症状转来的 吉林呢 他整个的社会是没有风险的 山东呢 有6例 四川有6例 这里面有很多的省份呢 实际上他们早就控制住了 是社会面清零的 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上海 上海为什么会这样 哎呀就是因为上海的那些人呢 上海的专家像张文宏 还有一个叫什么医生的 近说些胡话 还有上海的老百姓 自视很高的人上海人 上海有一些呢 是上海当地人 土生土壤的当地人 还有很多来自于上海以外地区的那些人 这上海本土人还瞧不起那些外地人呢 上海人啊 非常的歧视 觉得自己呢 很高贵 自己是贵族 我不知道什么贵族 怎么个贵法 真的是通过这件事情 上海人啊 在中国我看挺臭的 另外呢 今天是新增死亡38例 全都是来自于上海 但是这38个死亡啊 上海为什么不害怕呢 就是因为啊 他是说这些死亡的呢 全是有这个基础病的 年龄大的有基础病的 所以呢 张文宏说呢 我们就给他放开 反正是呢 年龄轻的和没有基础病的是安全的 他是这么一个理论 就是就是鼓动这个上海人 就全社会放开与病毒共存 那这38例这个死亡的呢 平均年龄是80.9岁 最小的也有50岁 最大的97岁 前两天有一天 我看到最大的是一百零几岁了 已经 那这38位呢 全都是有严重的急慢性的基础疾病 包括急性心肌梗死 肺栓塞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 怎么叫基础病呢 心脏病一事先 你也不知道啊 然后呢 冠心病 扩张性的心肌病 心功能不全四级 心率失常 高血压三级 慢性阻塞性肺病 脑梗死 以及后遗症 阿尔兹海默症 糖尿病 尿毒症 肝硬化 晚期恶性肿瘤等 都是这些疾病 可是呢 你这些疾病的人 就该死吗 如果上海的这个疫情 并没有蔓延成这样 那这38例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不死啊 难道这些人就应该死吗 对不对 你还且不说呢 最小的才50岁 那最大的就是7岁 你也不能说人家就该死啊 我都看到有那个 100岁的老人 你看他精神状态非常好 神智非常清楚 表达很清楚 条理很清楚 脑子你就看他非常清楚 这种人 你怎么能就任由其 来感染这个病毒 让他死呢 这些不会死的人 然后就治那些 有死亡风险的那些人 遇不顾 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觉得用自私都不足以形容 这叫恶毒啊 是不是 可是这死亡的人 他看不到你们家 他到你们家 你试试 你还愿意吗 是不是 当然文明不是说上海有一个算一个 对吧 那上海还确实是有那素质高 有很多素质高的 配合这个疫情管控 说实在的 那些个闹事的 其实是少数 其实是极少数 你就看那些各个国家爆发那种抗议的哈 那抗议呢 经常是 也就是百十人啊 也叫抗议 几千人啊 上万人就很多了 他们觉得 哇 上万人 你就会觉得 看到街上就很多人 有的时候呢 说是几十万 你比如说香港2019年的时候 他们自己说是有几十万 对吧 二三十万 可是呢 警察就是说没有 没有那么多人 可能也就是一两万 三五万 反正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那数的十分之一 但是呢 你想想看 咱们就说他几十万 几十万占整个的社会人口才多少啊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其实闹事的人啊 很少很少 很少 他就是西方的媒体 对中国的这种恶意 恶意的炒作 让你觉得这事好像就是大得不得了 其实呢 没有那么严重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中国的执法人员太温明了 我们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的时候呢 有很多理智的人呢 就觉得 这人要是在美国 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你也就是在中国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